如果说一个城市有味道,那么郑州这座城市的味道一定是胡辣汤。 当一碗汤汁浓稠的胡辣汤下肚,郑州人的一天才算真正到来。 无形中改变河南人饮食习惯的胡辣汤,早已成为中原地区的早餐名片。 张瑞,郑州城市纪录者,出版《我郑州》一书,也是一位地道的老郑州。 在他看来,胡辣汤和郑州这座城市的融合已经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了。 胡辣汤大规模了出现在郑州,应该是在已有90年左右。 党市知识觉的胡辣汤这个早餐比较符合我们面称的胃口。 你们想到经过了三十年的思觉女生, 现在胡辣汤已经成为我们正中认早餐的第一庭位了。 而且还有不同的份额,比如说一周口小蕉阵, 未代表了六派,就是像发动蚕这样,像蕉量这样。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罗赫,北五渡,北五渡镇,六派,就是顿入化草嘛。 第三个应该就是和福文前请认这种消费取修了这个叫房一魂, 椰山菌化草。 这个椰山菌事实际上也是用食材来升级嘛, 化草来夹椰山菌,是吧,会打压一种文波啊, 一种这个紫阳的一种感觉。 1991年,从周口来郑州打工的方中山, 在老家逍遥镇胡辣汤口味的基础上, 把胡辣汤重新做了升级和改良。 经过这几年之后,经过对顾客的了解、调研, 在这个口味在冤油的基础上又加以盖尽。 前面在方中山那个胡辣汤的口味是 骂、拉、响,是咱的特色。 它骂的是这个山西大红炮的滑脚, 给四川滑脚的骂,它这个喇的是黑南虎脚, 喇而不照,它比较顺。 香的是咱们明天新鲜的牛肉, 加上这个骨头二三百斤,骨头几个小时。 一锅高汤,鲜牛羊肉和骨头入锅, 熬五六个小时。 等汤熬好后,再放入祖传秘制调料, 加入牛肉,手洗面筋,木耳等等。 继续熬,再加上四川麻椒, 山西大红炮花椒,海南白胡椒的提味, 造就了方中山胡辣汤的麻辣鲜香。 正是大家多年对方中山的信任和支持, 才让我们更有信心和责任, 把方中山胡辣汤这个品牌做得更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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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